你好,我是劉奶爸 今天很開心跟大家講一個主題 就是物語類聚這件事情 跟網路行銷有什麼關係呢? 因為前兩天有一個LINE的粉絲 一個好友回覆我一個按讚的圖示 就是他覺得他聽這些 每天的網路行銷八點檔的內容 他覺得很有收穫 然後我們就在聊天的過程中 他有提及說 他學過其他網路行銷的課程 可是我們會鼓勵學員去撰寫自己的部落格文章 去提供這些價值貢獻給他的那些粉絲 然後去鞏固這些粉絲 讓他們知道他的專業在哪裡 那教歸教,做歸做 就是老師會教你這樣做 叫你去寫部落格文章 叫你去把你的網頁、網站的內容、商品或服務 提供詳細的描述 可是老師自己都不這麼做 你教學員這樣做 老師自己卻沒有這麼做 所以以身作則是很重要的 那不與類聚 我要講的概念就是這樣 其實我們在教學員做網路行銷的這件事情 我們都會鼓勵大家去做創作 譬如說你去寫文章 你就是一種創作 那你去做圖片 或者是做影片 你就是一種創作 如果你教學生這樣子去創作 然後你自己連部落格也不寫 然後粉絲團也不經營 那你就沒有以身作則 你教學生這樣做 可是你自己沒有做到 然後你跟學生講說 這個方法很棒啊 這個方法很棒 那你就沒有說服力啊 對不對 因為你自己並沒有 因為這樣子的受惠 你可能是覺得 別人這樣做應該有效 別人做都很有效 然後拿別人的案例都很有效 自己都沒有做 就直接告訴學生說 其實這樣做會很有效 那沒有說服力嘛 所以為什麼我很講究以身作則 因為以身作則這件事情呢 就會去找到一群很棒的 跟你物語類聚的學生 那這些學生呢 其實他們在各行各業的領域 說不定都是非常專業的專家 非常專業的專家 那以後跟這些學員建立互信互賴的關係 大家以後也許事業上的合作 或者是這一輩子的好朋友 對生活上的幫助會很大 這是為什麼我很堅持說 你既然教這個東西 你自己就一定要做到 至少我都教人家講說 就簡單的事情重複做嘛 比如說你就持續去寫部落格 你就簡單就做這件事就好了 你其他的網路行銷太多技巧 那麼多花俏的技巧 也許你都不需要 你只要專心的寫部落格 然後再把部落格文章 轉貼到現在目前最常用的工具就好了 譬如說你部落格寫完之後 你就轉貼到臉書 你寫完之後 你就轉貼到你的LINE的粉絲 給他們看到你寫部落格的文章 這樣就好啦 如果你持續做這件事情 一個禮拜一次或是一個禮拜 像我是比較密集 我是幾乎一個禮拜五次 五天去做這件事情 而且我還錄影片 那這是因為本身技術能力的問題 那你技術能力沒有那麼好 沒有那麼每天在 像我是很Focus人 專注在做這件事情 專注在錄影片剪輯 寫文章 那如果你不是這個行業的人呢 你只是說要把這個訊息不打出去 那你至少拍照片啊圖片啊寫文章啊 放在你的部落格啊 讓人家看到啊 這都是一種很棒的宣傳方式 那如果你自己不以身作則的話 就會好像你今天叫 其實我們帶小孩也是 叫小孩今天去讀書去讀書 結果你自己在那邊猛看電視 在那邊看韓劇 那你叫小孩去讀書 那小孩會理你嗎 不會嘛 他一定是一邊看書 然後一邊耳朵聽到你那個電視機的聲音嘛 對不對 所以他就不會去做到你希望他做的事情 因為你沒有以身作則 那我們希望自己做好自己 既然我們在教網路行銷 在教部落格 在教創意 那在教這些文章的撰寫 影片 圖片的處理 這些網路行銷的技術 我們自己就要做到 那我錄這些影片呢 其實都是幫大家理清這些觀念 專注在你自己的本業 把自己的這個 你的產品你的服務是什麼 你就把它專心的做好 加強你的專業 然後呢 要記得曝光 記得曝光 就是你去寫部落格就是一種曝光 持續的曝光 像我最近也有一些那個LINE的粉絲 他回饋給我說 內容對他非常有幫助 那我問他說那你是從哪邊知道我這個帳號 因為他並不是我去 我去邀請他加入的好友 而是我問他之後他告訴我說 因為他在網路上搜尋到網路創業 或者是搜尋到網路行銷 他發現我的網站 我的部落格 所以因為我的部落格上面會放我的這個LINE的QR Code 讓他加入我的好友 鼓勵他加入好友之後 每天都會收到我的網路行銷的交易訊息的這個影片 那他是因為這樣子來的 所以 這樣子是一種 長尾效應 他是一種長尾效應的行銷 就是我其實沒有花任何一毛錢 我只是在部落格寫文章 然後 就被搜尋到了 這是自然流量來的 自然流量來的 這是吸引力法則啊 但是如果你沒有去做 如果你沒有去寫部落格文章 人家就找不到你嘛 那一旦人家沒有辦法用這種免費的方式去找到你的時候 那你就辛苦了 你就辛苦了 就是你必須要不斷的花錢去打廣告 讓不認識你的人找到你 那你不斷的去花錢打廣告 讓那些從來沒接觸過的人來認識你 可是呢 如果你有像我一樣持續去寫這個部落格文章 你有個非常大的好處是什麼呢 他會加強你對別人的信任感 為什麼 因為很多人他 在網路上 假設你今天都沒有打廣告 或者是你去打廣告 他才發現你這個人的時候 他會去翻閱你以前的過往紀錄啊 就好像你今天 跟一個陌生人在臉書上加你的好友 你是不是會去看他的過往紀錄 這個人是什麼時候建立這個臉書帳號的啊 他之前臉書上面有PO過哪些文章啊 那一樣啊 你今天如果是做一個某個產業 然後你的粉絲 你的不認識的人 或者是你去打廣告而來的這些陌生客戶 看到你的網站的時候 或是看到你的部落格 或看到你的臉書 他會回去翻閱你過往紀錄嘛 今天如果說你的部落格寫了好幾百篇的文章 他一看哇好幾年前就開始經營了 那你還要講太多話嗎 他會知道說 哦原來你這個業界已經做了好幾年了 因為你的部落格已經寫了好幾年了 對不對 那你今天說 你今天自傳寫得很好看 說哦我在某某領域已經十年了 結果你一點一點紀錄都沒有 你你參加過哪些活動照片也沒有 你寫過哪些文章哪些付出哪些貢獻 文章也沒有 部落格也沒有 網站也沒有 那沒有任何過往紀錄可以查詢嗎 可是今天部落格 他是一個非常棒的歷史紀錄的流底啊 人家可以去看 他好像是一個很強悍的履歷表耶 你假設有在經營的話 那人家看到你過往的文章 然後以前跟別人的合照 或是去參加過某些活動的照片等等 這些都是你的歷史紀錄你的履歷耶 所以為什麼我說我們要以身作則就是這樣子 你如果沒有去耕耘做這件事情的話 你會白白損失很多這種建立信任的關係 這種建立信任是多麼難能可貴的關係 如果你有上過很多網路行銷老師的課 大家一致強調在網路行銷上面是什麼 就是信任感啊 你跟網友的信任感啊 即使你可以用一些很花俏的方式 或者是用一些比較快速的方式去讓陌生訪客 對你產生信任感 但是總不急 總不急 不急啦 你做部落格長期的經營來的強 所以 真的 你要去好好的經營你自己的網站 寫你自己的文章 讓別人認識你 讓 讓你的 訪客 找到 你要去吸引 要運用吸引立法則 你要去吸引這些跟你物語類聚的人 因為他如果喜歡你的文章 覺得你的東西有價值 那你就吸引到跟你相同頻率的人 這個就是為什麼我說網路行銷和物語類聚是相關的 如果你能夠吸引到這些跟你物語類聚的人 氣場是相投的人 那他就有可能成為你的學生 而且他搞不好以後成為你的事業夥伴 或者是在生活上是非常有幫助的好朋友 我就會再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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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